字幕提供 不要說我不贏你 今天請了一個帥哥 有高大、有學識、有內涵 還看了很多書,真適合你 你這麼老套 不過帥哥,我真的有興趣 對,而且他的樣子很刺激 適合你 其實我只是在乎這個嘉賓 他買東西的喜好 他喜歡買甚麼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 也是一個購物節目 對… 麻煩你專業一點點 好 知道,前輩 前輩 謝謝娟姐 我們請他出來,好嗎 好 有請周韻庭… 我是一個買東西講求實際的人 其實如果多餘的東西 我也不會去買 而且我買的話 我通常同一樣東西 就買很多… 很多個同一樣東西 所以這是我的購物風格 我買了,然後我們說 不如我買一條購物風格 我買一條購物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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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客戶了嗎 對,想客戶了 因為他完全不喝酒 除非是朋友,生日… 生日才會去那些地方 但平時也比較沉悶 我真的不喝酒,不吃煙 也沒甚麼去酒店 因為我怕吵很多人的地方 所以通常比較喜歡自己躲起來 這麼英俊的責任,浪費了 對 應該出來配搭吧 他怕了,不如我們看看他 你的洗費是怎樣的,好嗎 這個人很少,先讓他洗費 40%住屋,那你是否兩邊離開 因為你在香港出生 然後在新加坡成長 對,沒錯 你是否要到處飛 其實也會的 因為我本來在香港出生後 去了新加坡讀書 然後讀完電影,當冰之後 就回到香港 但其實在我讀電影當冰的時候 他已經移到香港,一家團聚 所以我當然沒多久 就馬上回到香港 然後其實我粗暴估計 又粗暴? 對 很有型,當冰不一樣 我粗暴估計吧 粗暴估計,40% 看看吧,交通費 對,10%就因為不外出 對,我覺得是 然後有時候工作時會乘的士 因為避免化妝或頭髮 通常都會乘地鐵或巴士 其實我也挺喜歡乘公共交通工具 可以看很多東西 我覺得坐巴士是挺好的 我很多歌曲、很多計劃 很多拍攝的想法 都是坐巴士的想法 真棒 好,接著就是這個餐飲 對 吃得好東西嗎?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生酮飲食 然後我每天吃一餐 我大概這樣11、12年左右 11、12年? 對… 生酮飲食? 對 再加段食 當時我…因為爸爸的血糖高 我不想他吃那麼多藥 我就去研究 我發現原來有段食 原來有生酮飲食 然後會進入一個…例如血糖 或是造成一個名字的程式 會幫助到血糖 我就覺得好,我去試 我試完後覺得挺好的 所以其實我每天… 你已經逼爸爸去試了嗎? 有點像的 但真的令他減少了顏色 那就好 我每天吃火鍋或吃牛扒 有時候我會有刺激日 不過… 你的刺激日就是吃… 在刺激日吃甚麼? 吃甚麼? 我也會吃一些MG 一些快餐 我通常覺得如果你要刺激的話 下地獄就要下18層 就要吃到有多… 差得挺差 那你不配牛油? 牛油其實是好的 因為我們生酮的話 牛油本身已經是合理的 反而不能去 那你不吃脂肪? 脂肪吃就是… 脂肪吃就是… 不如我們看看… 我們看片段吧 很尷尬 因為我剛才說了這麼多消費 他買東西方面 其實只有5% 其實你已經不買東西了 是 上來做甚麼 這樣就這樣 上來做甚麼 對不起 我們先看看你買了甚麼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買了而很喜歡 亦覺得很重要的一本書 我經常都會跟別人說 就是… Marcus Aurelius 的 《Meditations》 《Meditations》其實是… 不是 meant to be a book 而是一本書 他把他的想法放進去 一個皇帝究竟是怎麼想的 一個人有超級的力量 他可以做任何他想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本很好的書 他教我們怎麼做一個更好的人 所以… 這就是《Meditations》 由Marcus Aurelius 這其實是我自己的小小書櫃 例如隨時會有《道德經》 或者是一些文章 甚至是《皇帝內經》 《益經》、《歆勒頓甲》 都會擺到的 太好了 謝謝Yan Ting的好書推介 是的 他把整本書的概念 對… 對,也不用買了 我想沒多謝他,真的不少 裡面有很多資料,真的很好 我真的要真心推介這本書 你很喜歡買書 其實我跟你聊天 短短了幾分鐘 我也感覺到你很有墨水 真的,謝謝 原來你很喜歡看書 在家裡買了很多書 而《皇帝內經》 你也會買的 你也有研究 其實我沒有研究 所以我選擇買來學習 即你家裡甚麼書都有 甚麼種類的書都會有,是否這樣說 我…對,我覺得這樣 不一定是… 有些人說,我很喜歡幻想 或者我很喜歡文章 我很喜歡心理論 但我會覺得 當我們有很多選擇的時候 我們會進入很迷惡的題目 就是我們有得選擇,我們想選擇的 但其實我們應該嘗試去選擇 這些我們未必會選擇的東西 才可以開拓我們的盲點 對,因為雖然我跟你的樣子 真是差天共技 但我有一件事跟你一樣 就是去書國 我會買一些自己不會看的書 例如… 《什麼是爵士》 我會買一本書 《什麼是爵士》 因為我不知道是甚麼 我又不懂,但買來學習也好 對嗎… 其實我也喜歡看書 但我… 真的嗎 但我不會買回家 我站在書國看 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因為有時候我也會這樣硬包 看完整本書,然後就沒有買 是否真的買這麼多書 你別為了這個節目 突然拍攝影片,英廷 因為我做得出的 如果我是嘉賓 你真的想說錯話嗎 我有考慮過 其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多書 那個小小的書架 其實就是我這兩、三年 存在我覺得適合我的書 其實我常常會去書局 去看一些隨便的書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當你想選擇一個題目 是 心理、意識 是 你會開始變得短視 不是,譬如你轉向想看的東西 當你越多選擇的時候 你反而只會開始選擇自己的東西 是 所以我很喜歡去到… 我會揭幾頁 就看,挺有趣 不懂的 我就會買回去看 對我來說,這樣才能更擴闊自己的眼界 你買回去後,真的會看完嗎 我又不會看完 未必一定看完 其實是看那一刻我需要多少資訊 例如有些書,例如四十八條 我不會說由一看到四十八 可能那一刻我只需要明白那幾個篇 我就覺得足夠了 我就會放下 然後到有一天我需要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有本書 回來看 沒錯 所以我覺得每一本書 在每一刻都會討論不同的東西 那你什麼原因要買一本《道德經》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是一個很文化 但其實我看不明白中文版 我曾經有看過 我就想,好,我一定要嘗試去理解明白這件事 然後看完英文的翻譯 是完全看不明白的 我也即將會去買一個有中文和英文 在西拜西的翻譯 看不明白,可能你沒甚麼懂得 人是 所以才看不明白 我也覺得是 對,怎會是中文又看不明白 英文又看不明白,這麼貴 對,因為他人沒有 你怎麼看也沒問題 所以我建議他買了幾本 那你那個有甚麼皇帝內經 你買來搓還是甚麼 其實那是因為我哥哥是一個物理治療師 他也會幫人針灸 對,他經常會說 其實針灸你不同的穴位 你有譯經 亦有一件事叫指不留住 就是計算不同的事實 找不同的混合去幫人做針灸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系統 皇帝內經 我就覺得很有趣 我就去買了這本書 就不是給他的歌看 對… 因為他應該已經認識了 但我認識後 在這裡我又可以跟他談談究竟是甚麼 這是甚麼? 這是我特意買來孝敬你的 你自己拿吧 不要用孝字 真的,因為我知道你喜歡動物 你是貓奴 我特意買了這個送給你 你猜猜有甚麼用 貓糞 那條線呢 沒有線?大到甚麼年代 你還要有線貓糞 不是那麼簡單 按一下它 太多 很有趣 對,有甚麼用 有甚麼用?有些東西真的可以沒用 其實它本身的用途是擺設 它還可以有清新空氣 因為它是竹炭仿真貓 我怎麼會猜到?大哥 你是不是瘋了? 你是不是瘋了? 我怎麼會知道它裡面有竹炭 不是,你摸這些就行了 像豆袋一樣的物料 其實它可以去除甲醛 可以有清新空氣 幫助洗澡心靈的用途也可以 還有,你喜歡貓,也可以喵喵喵喵 很好,挺有趣 這個貓糞很有趣 對,所以推介一個貓狼 希望你們多養一些動物 這次你帶這些上來 我不知道怎樣跟我們的觀眾聊 因為原來你是獨菇一味 買死童的一隻衣服 對,沒錯 你要帶黑色T是甚麼玩法 沒有,其實因為我是一個 不是太想思考的人 所以我盡量… 可以不思考也不思考 同一款,我就買20件左右 所以很多人經常都覺得 Yang,有沒有換錯 同一款20件? 對… 同一款兩件,我已經覺得可以了 三、四件都20件 我三件,我同一款最多買三件 20件? 真的太誇張 你家裡只有這些衣服嗎 對… 因為你想想,你不一定要穿 全身的20件 是… 你穿可能那三至五件 你洗吧 是 洗完之後,可能… 會耗損… 去到真的不行了 然後你就下批 但我不想再花時間 又出去找,看看適合不適合 如果適合的話,我就一直永逢 即你是買很多東西 在家裡營收冬眠的人嗎 類似,但又不是很浪費 因為有20件衣服 不然你有20件不同的衣服 其實適合的空間是一樣的 那你現在不穿衣服嗎 因為… 看見你很久 而且你走光,你知道嗎 你現在不穿衣服嗎 在他的角度,他看到很多東西 你知道嗎 我要看道德經 對,這個黑色T 你真的喜歡黑色 但你又是藝人 你不會覺得人們很悶 要穿黑色嗎 我覺得出去的活動或工作 有時候你會借衣服 你會有不同出去的衣服 但這些都是我自己 在工作時會穿的東西 真正喜歡 對,我全部買黑色 因為很多人覺得我配襯衣服 但其實我沒有配襯 當你是只有黑色的時候 那你也是那句,又不用擔心了 我發覺大部分男生 很多都喜歡你們的正式 黑色、白色的衣服 對,我是白色的 你是白色的 對,全屋都是白色T 不錯 買十幾件 那你應該很明白他的想法 也明白的 那你選擇黑色T 會否有甚麼要求 除了黑色之外 舒服 舒服的 即是哪裡做的 美國廠、日本廠 如何積化 有沒有那個範圍 也沒有,T恤而已 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 不要太貴 因為要買20件 對,你知道你穿T很貴 我不知道,我不穿T 比較漂亮 那些白色T 都差不多700元 那他黑色比較耐用 因為白色很骯髒 對,沒錯 相信,黑色可以擺得很 所以我知道會有這種麻煩 所以我就選擇 是精明的消費者 精明的消費者 對,黑色T就帶上來 那這雙鞋是甚麼事 白白鞋 這是買了,沒有穿過還是怎樣 對,這雙其實是買了 但沒有穿過的鞋 因為首先,我又不是太多鞋 穿來穿去都是那幾雙 我本來想 我是否應該也要有一雙白色的鞋 有時需要襯襯或做事 但我每次穿來穿去 又是穿那雙黑色 未去到這雙鞋的命運 去到我暫時那雙白色真的不行 我便會穿它 所以我在想買來做甚麼 為甚麼不去到我需要的時候才買 這雙鞋,我想買了兩年或三年 但暫時還沒穿 我想很多人的鞋櫃 其實你買回來是沒有穿過的 我自己想想也有 然後放一放一放到黃色 你就會扔掉 她的命運是因為她不是黑色 如果她是黑色,你就會很穿 我現在每次穿的就是黑色的這雙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 我那雙白色選好了 我就會換這雙鞋 好,又有黑色T 然後有一個完全跟她不配的白色鞋 其實她也很難捉摸 我們要找專家出來 拆解她 拆解她 我們要找我們的註冊心理學家 Mills出來,好嗎 好 謝謝Mills 好,我先問問 今天Yentine的樣子 是否你自己選擇的 是,沒錯 因為我看你拍攝影片 是 頭髮和各樣的東西 跟現在的髮型也有點… 很狂的東西,對嗎 狂的東西,對 也是你自己喜歡的 對,沒錯 其實我那時候… 現在流行韓仔頭 但韓仔頭要做的 我跟公司說,別弄了 不如這樣,要麼是光頭 要麼是長頭髮 因為兩個都不用怎樣做 那當然是光頭 我有這樣說 因為我當名時也是光頭 她說,好像不是太好 太激 她說,長頭髮的好處是甚麼 就不用怎樣做 你這樣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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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所以耳朵後 已經自己成為一個髮型 所以這個我覺得… 對我來說,省水、省力是最重要的 那那些飾物呢 那些飾物… 其實飾物對我來說 是反而有意義的 其實我每次都帶同樣的飾物 這個是我媽媽送給我的 這個是我自己做 拿一條通鋸出來的飾物 那其餘那兩個其實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理論 就是Stoicism 一個叫Memento Mori 就是在說Remembered Death 記得你每次都會死 所以是Live an Honorable Life 第二個就是The Four Virtues The Four Cardinals 去說不同的美德 你怎樣去導致你的生命 有勇氣 有正義 你有智慧 就是智慧 然後是Temperance Temperance 所以這些都是我覺得 我會想記得的東西 以及提醒自己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說 你這個人挺自我的 你認同嗎 我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很重要 提醒自己的東西 因為不能跌入洞 然後不聽別人的說話 剛才的情況 他很少買其他 關於自己的外表的東西 但我覺得跟現在的衣服 是很不同的 是 所以我要深究一下 究竟是否這樣 的確不錯 他每一樣的… 尤其是衣服 我很專注於 因為如果他自己不接受 是,就不能帶那麼多東西 是不能帶那麼多東西 但他現在帶每一樣東西 他也能解釋到一個意思 即是說可能他不是這樣的衣服 我也說不定會帶這些東西出來 即是真的沒有那麼關心 因為買美容產品 如果傳統來說 美容產品很關於 美容產品、皮膚治療 其實現在來說 購買的話 其實時裝飾也算的 即是裝飾自己的東西 而通常買美容產品的原因 就是想要接受 即是想要別人的接受 剛才應該存在於… 尤其是我們沒有拍攝的時候 欣廷經常會說 不好意思… 可能是這樣,不好意思 是嗎 他不是改變他的方法 來遷就大家 我應該怎樣說話 或者我怎樣說話 應該他一直沒有改變 就算是阿娟一直在說 你也很老正 對… 他照樣去… 我這樣說話是要解釋 我的東西 如果你覺得我多說什麼 或者悶什麼 我還是這樣說 因為我覺得這樣對 但請讓我告訴你 如果我跟她說話 你很搞笑,你很搞笑 謝謝… 真的,我覺得是… 你覺得抱歉 等於我覺得剛才你說的幾次 我要提醒自己 要接受別人的想法 其實剛才那一刻也是 所以從你這件事表示 可能對你們來說 未必是最重要 所以我目前不知道是否好 這件事很好的 幸好他有幕前的工作 對,有幕後的工作 這就非常適合他的情況 因為他的想法很需要 我再問你一件事 是關於書的 書說了很多 對… 為什麼要看這麼多 你不是直接有興趣的書 它與我無關,是在於這個題目 但是我覺得是有興趣 但是因為這個說話 就算這題目 即使你是煮菜 我很多時會跟廚師問 我能吃到的這個魷魚 你是這樣切的 你這樣做是令到 你塗上醬油的時候 可以滲進去 然後你削過橙 為什麼是橙呢?不是檸檬 我會想知道他的分析是甚麼 我很興奮,想拆解世界的每一個混合 因為有時候,如果他當買書 是一種購物的情況 其實他滿足一個表面 立即的興趣,這是第一 第二,某程度上 他正在解決自己,我要改善這件事 我同意 我覺得學習是很重要的 一個中心思想或價值 即是說,無論是購物 因為購物,如果是重複他人 而他當中買書 他真的會去看認識那件事 以及剛才所說的 你的好奇心很大,認識其他東西 成功是其中一個很大的營運 你可能會想 我會在學習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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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這樣拍攝 當然,你剛才提到學習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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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 我就會說,對,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而且也關於挑戰 我能否解決一些不同的事情 所以謝謝你表演 謝謝 我打開心後被人知道 他年紀的秘密 打開心後 謝謝小一廷 謝謝… 剛才錄完這一集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是… 反而有個心理學家 去分析我本身買的模式是甚麼 通常我只以為自己懶惰 不在乎 但原來背後還有不同的原因 自己去想是一樣東西 別人去分析是另一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 希望在這一集中 大家學懂的 或者感覺到我的結尾 就是Essential Value for Money 和Minimum